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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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最早今天时事仲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英林 今天是2023年2月22日星期三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时间2月22日 据美联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当日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 暂停他的国家 参与最后一个美俄核武器 控制条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拜登同时向北约盟国保证 美国将会在俄乌战争中 永远支持乌克兰 据报道 拜登在普京日前发表声明之后的首次评论中 献责俄罗斯退出武器条约的决定 预计此举将会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活动 产生可见性的直接影响 拜登在当日的讲话中话 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拜登发表以上的言论之制 刚刚结束了对波兰和乌克兰 为期四日的旋风式访问 并且和布加勒斯特九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布加勒斯特九国是北约联盟最东部地区的一个国家集合 拜登当日说到该组织的时候说 你们是我们集体防御的前线 而且给任何人都清楚 这一场冲突的利害关系是什么 不单单只是为了乌克兰 也都是为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民主自由 拜登在会谈中承诺 北约的共同防御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 将会共同保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 哈利姆林宫表示 北约可能很快会扩大去到包括瑞典和芬兰在内 这是对俄罗斯的生存威胁 美国时间2月22日 据ABC新闻报道 今个星期三在2019年 谋杀hip hop艺人尼普西哈塞尔案件中 被定罪的小艾尼克·霍尔德被判处 60年之无期徒刑 据报道 加莱美奖的获德雪唱歌手哈塞尔 在2019年3月在他位于洛杉矶南部服装店外边 已经被创杀 警方说 枪手霍尔德丑近这位雪唱歌手 并向他多次开枪 哈塞尔事后被送往当地一间医院 并追踪因为抢救无效身亡 另外两人受伤 霍尔德在2019年因为枪杀哈塞尔 而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 梁航故意杀人美髓罪和持枪之罪 这位雪唱歌手被谋杀 在音乐界仍然至整个美国社会都引起了冲击波 该服装店已经在新地点重新开业 并且成为数以千万的歌迷蜂涌而至 向他致敬的纪念馆 自从他去世之后 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社交媒体上 向李奥韦雪唱歌手致敬 星期三在经过大约六个小时的審议之后 陪审团做出了一级谋杀的判决 判决宣布之后 霍尔德的律师阿伦尔占森 表示对判决结果很失望 并且表示霍尔德计划对判决提出上诉 尽管霍尔德对一级谋杀指控不认罪 但他并不承认他杀害了哈塞尔 美国时间2月22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 西加图市议会星期二批准了一行法令 修改该市的市政法典 将种声列维修保护的阶级 包括种族、宗教和性别认同等类别 法律甘致在就业、住房、公共住宿 和其他领域的种姓歧视 并且允许城市中受种姓压迫的人 提出歧视投诉 据报道,种姓制度是一种歧视形式 通常印度等南亚社区内运作 种姓制度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 它在出生的时候 就将人们划分为严格的类别 处于阶梯最底层的人 因为他们的种姓 而受到诽谤、歧视甚至暴力 即管种姓制度起源于中古印度 并且侵于印度教 但它的现代形式 在几个世纪的穆斯林 和英国统治下发展起来 基于种姓的偏见 在现代印度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种姓问题在西雅图尤其重要 西雅图是美国最大科技中心之一 亦是雇佣大量的南亚移民的大公司所在地 在投票前一个星期 一些人在公众评论和听证会上作证 并且在致咸市政会的时候 就种姓如何在地区工作场所 和其他环境中起影响来作证 最终 西雅图市议会星期二 以6比1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该条例 在星期二的公众评论期间 很多不同的种族 宗教和种姓背景的人登记发言 绝大多数人支持该立法 支持者包括佔统治地位和受压迫的种姓工人 工会成员 进步的政治组织者 印度教徒 石克教徒和牧斯林等 尽管获得广泛的支持 该法令仍遭到了北美印度教联盟 美国印度教基金会等团体 反对 他们认为该立法不公平地挑战印度教徒 并且助长了对他们的有害误解 近年来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也将种姓列维修保护的地位 包括布朗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科尔比学院和布兰迪斯大学 美国时间2月22日 据多间媒体综合报导 一场强大的冬季风暴 在美国北部平原创下了创纪录的低温 而东南部的热落创下了2月份的历史新高 极端的天气条件令到美国出现了超过100华士度的异常明显温差 据报导 蒙大纳州、淮岸明州和达科他州的大部分地区目前的气温都在0度以下 包括蒙大纳州切特班克的0下9度 与此同时 由德克萨斯州到南加奈纳州的大部分南区地区的气温都在80度以上 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密卡伦的95度高温 北部的极端寒冷在星期三带来了大雪、强风 随着一些地区的旅行条件开始恶化 全未超过20个州的部分地区处于冬季天气警暴之下 从西部最远的加利州到明尼苏达州 再到缅恩州一共29个州 超过6500万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暴之下 其中包括严重劫兵、极端寒冷和雪甲雨的警告 在加州强风部带来的强风已经吹断了加州超过14万户的家庭 和企业电力线路大规模停电发生在加州的北部 包括Santa Clara 根据跟踪网站的数据 去到星期三中五 加州很多受影响的人已经恢复供电 洛杉基国家气温局表示 加州仍在位于计计几英尺的积雪做准备 低海拔地区可能会有几英尺积雪 在多伦致命的洪水襲击之后 近两个月 该州再次出现了凡上的天气 美国时间2月22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 如果洛福克南方公司 未能完全清理其有毒火车陈械 并且解决威俄开俄州 东巴拉斯坦造成的影响 该公司将会承担后果 環保保护局局长迈克尔 雷更星期三表示 環保局新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命令 定于星期四生效 该命令将会确保 洛福克南方公司 为他们造成的混乱付出代价 据报道 几个星期以来 洛克福南方火车 运载有毒化学品出轨后 向约5,000人的社区 製造了污染 当地居民们报告了各种健康问题 事发后 为了帮助防止 这个有毒气体发生致命爆炸 工作人员将有毒化学品释放 去到溝槽中 并且把它烧掉 虽然環保局表示 测试表明东巴勒斯坦的空气 和市政工水是安全 但雷根表示 那些出现 认为可能和污染有关症状的人 应该要寻求医疗救助 雷根说 居民应该要确保 州和地方卫生机构了解发生了什么 因为当我们迫使洛福克南方公司 对他们所做的事情 承担全部责任的时候 洛福克南方公司 将会为一切付出代价 星期三 雷根总结了 环保局对洛福克南方公司的要求 第一 他们将清理每一块碎片 所有的污染物 达到环保局的规格和满意度 第二 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每天最多可以对他们 处以7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时间2月22日 据美联社报道 根据早期的估计表明 今次的流感疫苗 在美国冬季流感季节中表现良好 据报道 卫生官员 在星期三的CDC疫苗会议上说 这些疫苗是预防性 令人因为流感而生病 以致不得不去医院方面的有效性 超过40% 如果流感疫苗有40%到60%的有效性 效果是非常乐观 官员们说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该疫苗能够好好的对抗在秋季和冬季传播的毒株 CDC的数据显示 美国建议6个月及以上的所有人每年接种一次的流感疫苗 在过去几个月里 大约一半符合条件的义童和近一半的成年人接种了流感疫苗 CDC的布伦丹佛·兰纳·李华 与2021至2022年相比 疫苗接种率由所上升 但是低于2022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在义童11月及12月和流感相关的住院率和近年来一样高 至少有111例 义童因为流感死亡 这是自2019至2020流感季报告的199例以来最多一次 主要流感毒株通常和较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相关 尤其是在勞年人中 在某些年份 疫苗对65岁及以上的人群几乎无效 但是佛兰纳·李华 这么贵的疫苗表现异常出色至少是10年来最好的结果 美国时间2月22日据USA Today报道 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发生再有有毒物质火车脱跪事故之后 白宫对共和党人进行了回击 指责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 除笑了奥巴马时代 指责在避免这一类灾难的铁路安全措施 随着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访问东巴勒斯坦 共和党人继续攻击拜登政府 特别是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 对此 拜登政府进行了回应 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捷在一份声明中 说 国会共和党人和前特朗普政府官员欠东巴勒斯坦一个道歉 因为他们在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铁路安全保护措施 以及美国环保署的权力 据了解 白宫的声明指的是特朗普政府撤回了2015年 要求在运载高度二燃材料的火车上 安装先进制动系统的提案 结束了对铁路定期安全审计 并且取消了要求货运列车至少配备两名机组人员的提案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总统 毛士东巴勒斯坦 谴责总统今星期访问乌克兰和波兰 而不是俄亥俄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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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